因應2030雙語國家政策藍圖 花蓮縣政府從108學年開始推動雙語教育 目前有15所學校試辦 30號舉行的成果發表會包括了 駐強、吉安等前導試辦學校 還有109學年度加入的和平、稻鄉、國小等10個學校 都帶來各自雙語教學成果 花蓮縣府自108學年度起推動雙語教育 即將邁入第三年 30日在駐強國小邀起15所試辦學校 各自帶來校園雙語教學成果 包含駐強、宜昌、吉安、楓山、西口共五校為前導試辦學校 109學年度則加入名尺、中校、中華、中原、化人、稻鄉、北昌、北埔、崇德、和平國小等10校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I do thank you, I do thank you, I do thank you 太久了,不太久了 不同於我們原來英語的正式課程 那麼這樣子的課程會結合一些外國文化的風情 一些異國民情的元素 那對於孩子來說也是一個非常新奇的體驗 除了語言的學習 那對於國際化或者是一些沉浸的那種 聽說的讀寫的能力的提升我想都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為了營造學習環境 許多學校將體育、音樂等科目進行雙語化教學或雙語師資 並鼓勵學生將英語應用在課堂之外 打造前進教室、前進生活 尤其對偏鄉的孩子帶給他們另一種不同文化的刺激 那我覺得這個文化刺激很重要就是 小朋友會更願意在課堂上去真實的使用到英文 然後可以有更多的互動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的互動 然後引起了小朋友更多的學習興趣跟動機 因為他們覺得我學的英文是真的可以跟外師做連結 我經常很感激地在做什麼他們總是非常好多的 甚至週週中我可以看得到不同的改變 就是他們的解釋 了他們的語言 我經常說話給他們 當初週我來接到他們 他們不太知道什麼我告訴他們 現在就幾個月就 我問他們的質問 然後他們突然說出他們的手 我們和平國小雖然是地處非常偏遠的學校 但是資源絕對是夠的 從我們小朋友學習力可以看出來 在英語這一塊的不管是基本能力也好 還有是口語表達幾乎都全部的提升 所以在我們可以顯示出來在雙語這一塊 引進了外師加強我們中師這個搭配起來之後 對我們小朋友的不只是老師也好 學生也好在口說還有英語的能力 確實是上升了很多 自然而然多說多聽 也執伴翻轉平常教育 更豐富的儲備學生語言學習的能量 藉此長幫眼華聯師報導